德光岛维田的主要工程终于完工 为我国新增约800公顷土地 这不仅为军事训练提供更大空间 也为本岛腾出更多土地发展住房与技术设施 同时维田配备了先进的防洪与水资源管理系统 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与海平面上升的重要屏障 德光岛维田项目从2018年正式动工 历经7年 如今终于迎来阶段性成果 工程完成后 德光岛的面积扩大约800公顷 相当于两个大巴窑的面积 新增土地将优先用于军事训练 让本岛的部分土地可以重新分配 用于住房、公共设施和其他民生项目 新加坡长期面临土地有限的结构性挑战 而国土扩展始终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 通过这次维田建设 政府不仅实现了新增土地的目标 还借助新技术降低了对传统沙土的依赖 在国际沙土供应不稳定的情况下 这项成果显得尤为重要 它不仅是一项建设工程 更是新加坡未来几十年发展蓝图中的关键环节 德光岛维田的一个突出特点 是它独特的防洪与防御系统 由于填海土地比海平面低约1.2米 工程团队修建了长达10公里的堤坝 堤坝高度比海平面高出整整6米 确保能抵御海水倒灌和极端天气的威胁 面向大海的一侧覆盖天然岩石 用以缓冲海浪的持续冲击 而面向内陆的一侧则铺设大片百慕打草 这种草不仅能承受高岩分环境 还能稳固土壤 减少暴雨对堤坝的侵蚀 起到防护与生态双重效果 此外 氯化带还能有效降低周边温度 改善生态环境 堤坝工程的设计既考虑了强度和安全性 也兼顾了环境美化与可持续发展 这种硬防御与软景观的结合 既保障了德光岛未来在极端气候下的安全 也让工程成为新加坡在气候适应领域的一项创新示范 围田内的排水与水资源管理系统 是整个项目的又一大亮点 由于地势低洼 工程团队设计了一套多层次排水机制 在强降雨时 雨水会先被沙层临时储存 在经地下管道缓慢导入雨水收集池 若水位升至警戒线 排水泵站会自动启动 将多余的水排入大海 整个过程实现自动化控制 确保即便在暴雨与风暴潮叠加时 也能避免积水与内浪 除此之外 围田范围内安装了170多个壁炉电视 和260多个传感器 实时监测水位和水质 这些监测设备直接与本岛监测中心联网 远程即可进行高效管理 工程师指出 这套智慧化系统 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双重挑战 更强烈的降雨 与持续上升的海平面 德光岛因此成为新加坡 对抗极端天气的前沿阵地 为未来全国范围的水利 与防洪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德光岛围田 不仅在规模上意义重大 更在工程方法上展现了创新精神 与传统填海方式不同 围田通过建堤坝 抽海水的方式形成新土地 大幅度减少了对沙土的依赖 在建造雨水收集池的过程中 输菌出了超过1000万立方米粘土 相当于4000个奥林匹克 标准泳池的容量 将其中部分粘土 直接作为填土材料回收利用 不仅降低了工程成本 也为环保贡献力量 事实上 新加坡早在2008年 便开始研究围田技术 并向荷兰学习这一 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填海方法 2016年 政府正式宣布 启动德光岛维田工程 并由荷兰Boskales公司 与日本舞阳建设联手中标 虽然疫情导致工程延误 但如今顺利完工 体现了新加坡坚持创新 与合作的成果 这种对先进技术的引进 与本地化实践 正是新加坡面对资源 与环境挑战时 一贯地解决之道 德光岛维田的意义 不仅仅在于眼前的新增土地 它更是一项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实验 未来 这片土地将由公用事业局 与国防部共同管理 不仅满足军事训练的需求 也能为其他战略用途提供可能 虽然维田的长期维护成本 或许高于传统填海 但其节省沙土 增强防洪与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势 将在未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政府也明确表示 将通过运营与维护的经验积累 来指导未来的填海和海岸线保护工程 目前新加坡的面积为 73630公顷 政府计划到2030年 进一步扩展至 76600公顷 相当于增加9个红帽桥的面积 在全球气候变化 与区域沙土供应不确定的背景下 德光岛维田模式 无疑是新加坡 未来国土战略的先行者和实验田 它的成功 将为本地与国际提供宝贵经验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 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